旭只峰蒲 其實我從那個時候 我們在創業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有人分享 就是在高雄市政府這一塊 其實它有那個網站 我們可以隨時去沖延 可以隨時去注意 去關注一下 就是會不會有新的補助案出來 或者是會有新的一些 幫助店家的一些案子出現 隨時都會有一些 會有推一些新的方案出來 我本身是餐飲畢業 然後因為從以前就 比較喜歡做餐飲 就是比較喜歡在手做上面 就是做一些吃的上面 所以在還沒有正式的進到廚房之前 我可能都是自己在家 就是可能東做做西做做這樣 然後去慢慢的去研究一些東西 一直到我正式進到廚房 然後大概走了一段時間 也大概是五六年的時間 然後那個時候才慢慢有一個定案 真的是店開下去之後 你才會發現 各式各樣不同的問題會接踵而來 就像碰到了這次的疫情 那這一次的補助案出來之後 我發現其實幫了我們真的蠻多嘛 然後我覺得其實幫了是應該說是 整個高雄這邊的一些店家 幫了還蠻大的幫 因為這一波像是我們請到的話 那光是在租金上面的減緩的壓力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起頭難 你踏出的內部 其實你慢慢開始邊做邊學 你會發現越做越穩 然後慢慢的客人的給你的反饋 會是你繼續走下去的一個動力 我們這兩年多來就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我們去年就是也開辦 第一次開辦的一個叫青年創業的行銷補助 可以透過數位的一個內容的製作 數位的廣告的一個行銷 然後增加他們在網路上面 平台上面 一個客戶群 然後增加他們的一個銷售 這個也都是我們透過青創基金 來協助年輕朋友 從創業起步的時候 希望他們可以穩定發展 這個都是有別於以往 中央或是地方政府 都是我們首創的 就是希望像是青創貸款這邊 就是透過這種小貸價 然後幫我們青年實踐的大夢想 我們一起來為高雄 然後這些產業 還有就是說 我們這些新人朋友 陪伴他們在創業的過程中 一路的成長 打造一個友善的一個青創環境